- 欢迎来到交视面场- Plasticphoto.hk - 真是要回顾一下今年的Canon - 2021年就向到尾声了 - 帮Canon做了什么? - 我们拆它,出了成龙帅哥那些片 - 和坦白,是不是? - 坦白,不是我们做它的,是自己找的 - 这么久以来,是你的历史,大家自己判断 - 我直接觉得是光辉了 - 不是,是不是? - 我觉得那个年代很光辉的,你看成龙多开心笑得 - 像蔡兰晓得这么开心 - 是呀,我是陈生 - 是呀,那说的是,大家今年以来用得Canon的用家 - 其实说到尾不是R5,R6 - 镜头上,很多人都会说,我就算有钱了,你买不买到呢? - 首先呢,这个笑话就由今年年初开始 - 是 - 就有钱人才用Canon - 是 - 以前是有钱人用来卡卡的嘛 - 现在Canon是比来卡卡贵的嘛 - 即算你买相机,买相机,买镜头 - 即是可以起身,动得机的价钱是多少呢? - 那我们不计单反了 - 如果计R的话 - 其实真的都挺厉害的 - 说一支镜头,动一点都两万多分 - 市场上,我看到很多人用R5,R6的机身的人 - 其实都还在用EF镜头 - 最惨的是什么呢? - 你不要以为他们没有钱,所以他们不换RF镜头 - 他们连有钱都买不到 - 是的 - 这个就是拉卡的精髓 - 前提 - 就是说这件事是发生在香港身上的 - 是的 - 因为如果你有钱,又不舍要有保养的东西 - 你上网买的,你是买到的 - 其实都有保养的 - 全球 - 不过去外国而已 - 是的 - 分地域而已,那就寄回去保养 - 我不懂得玩这些东西 - 不知道是怎样的 -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- 其实Canon这个牌子 - 对不对得住他的中粉呢? - 香港的中粉 - 是的,没错 - 其实香港的中粉最近都拉了椅子了 - 自己商修 - 试试其他牌子的东西又有 - 还有见到很多时候 - 上去showroom打卡那一班 - 我都不见到他们辞入多少机的 - 现在 - 其实我身边是有一些专业事兵师 - 是 - 是 - 坚持是用Canon的 - 因为线通? - 因为他习惯了 - 他说 - 其实R3真的是好机来的 - 我就跟他说 - 其实R3真的是好机来的 -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价钱? - 如果你的价钱跟别人一样 - 然后你差一个人 - 那就已经是有问题了 - 你现在贵过人 - 是 - 大佬不是每个像你那些专业事兵师那样 - 不管价钱的 - 而且R3的定位是专业事兵师 - 但并不是一班commercial的专业事兵师 - 他是专业给一班sports photography的专业事兵师 - 但是那是否一个传统的主流呢? - 记者入门的都会看到 - 只是发生社大手扣入Sony的 - 这件事就没有影响到这个大哥的位置 - 其实Canon现在面对的情况 - 无论在入门级 - 甚至是专业级 - 甚至是旗舰级领域都是输虚的 - 因为没办法了 - 你想一下入门级 - 绵绵受敌的 - 你R和RP出了多久? - 是啊 - 先不要说它的价钱 - 你想一下它的实力 - 是 - 你是跟别人的已经准备非欧或停产的机器 - 是 - 比较还差很远 - 即是从A73年代有科技左右 - 如果和Sony去比较 - 是啊 - 但是别人已经买得很便宜 - 砍价砍到尖了 - 是一万元水位到来 - 是啊 - 所以很难打的 - 接着到专业级领域 - 我当你是Sony那边的标准机 - 现在你在街上看到很多跑新闻的 - 或者甚至是做娱乐记者 - 其实都转了做Sony - 是啊 - 个个都是用普通的 - 所谓的入门机 - 入门机 - 即是标准机 - 是啊 - 那Canon有没有 -Canon你说R6算不算 - R5算不算 - 嗯 - 如果你去到那些 - 真是很高ISO的情况之下 - 又是输涉了 - 是啊 - 你说高像素 - 可能在Studio的人 - R5都勉强是可以做到东西的 - 但是你要和其他人比较 - 即是当对加是Z7II - 或者Sony更加不用说 - 它普通 - 两万分机是6100万像素 - 是啊 - 那你怎么救它玩呢 - 即是它是面面受敌 - 是 - 再说一部旗艦机 - 嗯 - 就更加惨 - 说了这么久了 - 说了这么久了 - 你指纹楼梯上 - 是啊 - 还有隔壁的师奶一走出来 - 哇 - 你都没见过师奶感受这些麻辣老的欢迎 - 是啊 - 真是直头是转章 - 因为其实说 - 去回2021年年初的时候 - 即是在吹R3之前 - 其实它都有吹过R1的嘛 - 那时说去到旗艦顶级机的话 - 我记得了 - 八千多万像素 - 是啊 - 大家还在想 - 你是用一个好像1DX Mark III - 低像素 - 但是连拍快 - 大ISO好 - 还是在走高像素 - 那个时候年初的时候 - 是说想去八千万的 - 即是有高像素 - 又闊大了 - 没说过高ISO - 之后了 - 去到那部C9出来 - 之后发觉 - 要转章 - 不行 - 就压回去大概五千万像素 - 然后又在StacksCMod - 就想着可以高一点ISO - 其实是未confirm所有东西的 - 这些只有一个说字 - 是啊 - 吹风而已 - 因为R3出来实在太... - 真是 - 价钱定位有 - 喂 - 因为问题是 - 你出来想着可以同部A1抗衡 - 嗯 - 你一走出来就已经输给A1 - 接着你是像素输而已 - 是啊 - 你就说不要紧要 - 我們像素不要紧要的 - 是啊 - 是啊 - 我們二千多像素就足够了 - 嗯 - 你可以蒙到一批人 - 但当第二间厂走出来 - 告诉你 - 是你做不到而已 - 是啊 - 我可以像素高大 - ISO连拍快 - 一机集于一身的Z9 - 这样 - 即是兜把一升 - 是啊 - 立刻撞牆 - 接着不是说 - 还有一部A1 - R1 - R1 - 那个SPEC呢 - R1 - 就变来又变去 - 都根本其实 - 究竟做了没有 - 即是连部未交货的R3 - 它本身设定价格的水位 - 已经是不认为Z9的价格的时候 - 那你是不是要降价才能迎合到R1呢 - 但是你又未交货的时候 - 又有很多人下了订单 - 未收到的时候 - 你又不可以随便改变价格的时候 - 令到它自己更加进退两栏 - 其实是很吸收的 - 净净 - Canon的Marketing - 我都挺佩服你们的 - 但是真的很举手 - Product Marketing又更加不知怎样转 - 如果你问交涉这间应该怎样做呢 - 低调一点 - 低调一点 - 或者是继续催分美好的将来 - 2022年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机 - 终于会给到别人到手 - 我知道R5C - 是 - 这个Cinema - 这些都是比较sidtrack的 - 但是主要是每个牌子真正赚到钱 - 出负量最高的应该都是所谓的入门机 - 但是它剪了一条USM的线 - 它就想着出一部R7出来 -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- 是的 - 是的 - 你是不是要大家又重新 - 又入手过多一批RF镜的APS-C镜 - 你又出不出一切呢 - 说起镜来的 - 我想就有一支镜 - 適合这部R7用的 - 就是那支16mm - 喂 - 这个 - 如果16mm只是给APS-C用的话 - 其实很好的 - 这支镜简直是2021年Canon笑话之一 - 是的 - 其实我不应该笑它 - 人家的价钱定位告诉你是什么 - 这支镜算是良心产物的 - 是的2680的 - 超级价值的 - 是的 - 如果你当APS-C镜 - 是的 - 但是它的MTF呢 - 是的 - 史前没见过这么插水的 - 是WTF的 - 是的 - 是的 - 然后我们经常都会说 - 你是出一支这么小的镜头 - 这么高性价比的时候 - 即我们不应该对决于它有什么追求 - 但是它现在就正式设计了一个设计 - 给大家听就是说 - 喂 其实我是会重蹈二战的覆车 - 我是会大批量做一些这样的Quality的镜头给你 - 还有它这样的Quality的镜头呢 - 其实现在RF就不单止这支镜 - 是的 - 它很多时候会开始 - 将那个小镜片 - 那个屈光呢 - 是很依赖这个机身做的 - 是的 - 这个其实是RMount的一个通病 - 是的 - 大家如果不是我们 - 坐在这里不负责 - 不这么说 - 你可以自己试的 - 是的 - 你试一下拿RMount的镜头 - 放到Sony里里拍一下 - 是的 - 看看镜头的质素 - 是的 6100万像素 - 即Canon作为一间光学公司 - 是的 - 真是有些说不过去 - 而且你卖到这么贵 - 是的 - 如果你卖到过两晚 - 那些应该没问题 - 是的 - 那些没问题 - 是的 - 是的 - 是的 - 没问题的 - 还好笑的 - 它不是出了几支白镜长镜的 - 是的 - 拿回以前EF的设计 - 改正对 - 那 - 那 Sigma的玩法 - 那你本身自己出了一个Adapter - 你搞什么 - 是的 - 它要你卖多次 - 不是这样做生意的 - 真是很过分 - 这次真的是R7 - 是Sigma做过的 - 内置MC11Adapter - 像以前Sonyman那样 - 所以如果你是Canon的中份 - 你一路听 - 你就一路一路戒凳 - 是的 - 是的 - 你就想打财我们这两条 - 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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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所以真的很矛盾 - 是的 - 所以如果以为 - 真是在讲Canon的Product Marketing Team的话 - 真是要吹风 - 真是要不断 - 不要再追求高大威 - 那些高像素 - 超级好连拍 - 那些 - 反而focus上一些柔名机种 - 对于他们说 - 应该是会稳定一点的 - 反而我觉得Canon的Marketing - 应该将Focus - 转移回到一班摄影人的圈子里面 - 而不要将一些无谓的Marketing Free - 滲进去九不打八的 - 不是说他们不好 - 而是别人根本不认知你的Product - 他怎样跟你Sale - 是的 - 我当好像 - 我只做Brand Building - 当Mirror - 拿着你的R3好吗 - 嗯 - 谭永伦 - 是的 - 没用的嘛 - 是的 - 坦白出动到坦白都没用的 - 是的 - 始终今时今日的摄影市场 - 都算你说再不专业都好 - 都是一个小众市场 - 并不是 - 因为本身电话那个甚至太厉害了 - 而且都可以扶标到太多的需求 - 你玩得上机的人 - 真是有特定的摄影需要 - 例如拍长距 - 很暗 - 才做到的 - 电话代替不到的 - 才进入这个市场 - 最后如果要给一个真心的Advice - 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富士呢 - 现在开始会将Minds开放给一些副厂 - 是的 - 给他们出一些副厂的人 - 从而推高它自己机身的销售 - 上机销售 - 其实Canon会不会考虑一下呢 - 这些动向应该都要做一下 - 起码要让大家入门的门檻降低 - 如果不是就 - 镜子已经买不了了 - 没有货的 - 上机的 - 你有没有入门机的话 - 你真的很难能走下去 - 电话节奏 - 有没有货带 - 心有意外 - 金融 - 甚至呢 - 慢开